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清晨莫斯科认为他们所属的克里米亚大桥被炸毁了 最后证实是乌克兰的特种部队 而乌克兰政府也很高兴地宣扬了他们的报复成功 因为他们认为克里米亚仍然是属于乌克兰的领土 克里米亚大桥是2018年 也就是在2014年普丁正式地占领克里米亚 并且举行了公民投票 在举行公投占百分之八十几希望加入俄罗斯之后 俄罗斯正式宣布它是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 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在国际社会里头承认 俄罗斯这一项公投的结果 无论如何 那个时刻开始在克里米亚是平静的 主要不平静的地区是在顿巴斯 乌东 卢干斯克这一带 八年内战之后 终于演变成 今年2月24号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乌俄战争正式的爆发 而对于克里米亚大桥炸毁 可以说是乌克兰在这场战争里头 全国举国上下狂欢最大的下胜利 但是德国明镜周刊说 当俄军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他越吃败仗 俄罗斯就会升级他的炮火 而且很可能会更可能走向核弹 就至少是战术性的核子武器的动用 美国的Foreign Policy 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说 北约需要一个核战反应计划 如果俄罗斯大规模使用 毁灭性的武器 尤其是战术性核武的话 北约应该讨论如何应对 而事实上 北约即将先行举行 核式演习 俄罗斯也将举行核式演习 所以换句话说 过去我们在谈 人类非常靠近核子战争 并且是从1962年 古巴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但现在已经超越古巴危机 当时古巴危机的时候 是从俄罗斯赫鲁雪夫 担任总书记的时刻 运出来的飞弹 要运往古巴的路上 美国当时的总统 杨战迪直接的表示 美国将毫不客气的报复 双方并没有走到彼此都以合适演习的方式 彼此动客 所以如果说这次双方的赛局 谁是胆小鬼的情况里头 已经走到了彼此都要进行合适演习的阶段 美国的Foreign Policy外交期刊 正式的开始 很悲观的看这场战争 为了避免世界末日 推动俄罗斯停火 可能是西方要接受的一个底线 对乌克兰和西方来说 这是一个不完美的和平 但是这远比冒险对抗核武 带来人类的毁灭要好得太多 而这个第一个毁灭的地点将会是乌克兰 所以也就是说 当乌克兰全国都说 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美国的外交期刊 也是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 已经提出来 从2月24号战争以来 第一次最清楚的 美国战略未来应该走向的目标 就是为了避免世界末日 应该推动乌克兰停火 对乌克兰和西方来说 不完美的和平 比冒险的和 包括毁掉乌克兰来得好得多 美国的 foreign policy还说 拜登内阁现在已经担心挑衅普丁 可能真的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虽然拜登已经说了 我不允许你攻击任何北约一块土地 也就是乌克兰不算北约 乌克兰以外就算 但是很可能 Zelensky希望的是北约都加入 在这样的情况里头 普丁说你们只要继续运输武器到乌克兰去 我就可以把它视同你们在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挑战 我可以直接摧毁你的武器 所以极有可能这些本来不想卷入俄乌战争 想把战场完全只集中在乌克兰当地的北约组织国家 很可能被卷入 在这个情况里头 美国的智库开始担心 也是拜登的内阁也开始担心 这可能会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这个事情 Zelensky早就警告了 所以这也成了现在 美国开始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援的一个未来长期倾向 虽然目前当克里米亚大桥被炸的时刻 德国支持防空系统 法国也支持 荷兰也支持 美国也支持 可是这是这个时刻 当大家最狂热的时刻 其实冷静也同时在最危险的时刻已经出现了 凭近许久的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和首都基辅 再度感受到炮弹的可怕 逐渐恢复的常态生活 一下子又分崩离析 二军10月10号展开 海战初期以来最大范围的密集空袭 选在人流最多的交通巅峰时段攻击 旨在造成最大伤害 引发最大恐惧 并集中攻击乌克兰民生设施 造成数百个城镇断水断电 连续两天攻击 破坏了全乌克兰三层能源基础设施 严重到政府要求民众夜间减少两成五的用电 还宣布10月11号开始 停止出口电力到欧洲 10月12号早上 全乌克兰约40个城镇被轰炸 10月13号 二军发射八枚飞弹 攻击黑海沿岸城市 尼古拉耶夫 都会平民被埋在炸毁的公寓大楼下 同天基辅地区的重要基础设施 又遭伊朗制造的神风无人机攻击 CNN独家取得卫星影像显示 俄罗斯代表团6月前往伊朗 视察神风无人机 乌方表示俄国订购了2400架 近来可见 俄军加大使用这款无人机攻击 令人忧心的是 还可能被用来瞄准乌克兰人口集中的地区 普丁又一次展示 俄罗斯依旧有能力摧毁乌克兰全境 尤其是触犯到他三身武力的俄罗斯安全禁区 Tonight, Putin saying he personally ordered the mass missile strikes as payback for the weekend's major bridge attack in Crimea calling it a terrorist act hours before today's strikes And this is why that worries Moscow Ukraine is currently making gains in a counter-offensive in the Kherson region in the south of the country At present, Russia can supply its troops there through territory it holds along the Sea of Azov as well as through Crimea Ukraine is thought to be planning another offensive to retake land down towards Militopol and the coast That would sever the link to Russia meaning the only land route for Putin to supply his forces is through Crimea 西方媒體形容象征普丁權力的克里米亞大橋被攻擊 無疑直裁普丁地雷區 普丁誓言如果乌軍再發動的攻擊 威脅到俄羅斯安全的話 他會繼續展開強力且對稱的回擊 普丁的難題是 他必須計算 俄羅斯在這場乌俄戰爭中 可花費的財力和可消耗的軍力底線到哪裡 俄羅斯的財政、後勤和兵力是否會被拖垮 俄羅斯需保留戰力以應對更大的交戰 尤其萬一普丁決定必要時 戰爭升級到和北約成員國實際對打 俄軍要面對的會是整個北約的軍力對抗 而且普丁也得確保 這場戰爭的隨意表總結 不會出現嚴重刺字 如同冷戰時期的窘境 最終導致蘇聯解體 研究契索除了 《 Forbes》《美國物流言》 共產生危機 但有證明 I think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we've noticed a decreased use of Russian cruise missiles and precision-guided munitions in general. This can potentially indicate two things. On the one hand, it can mean that Russia has problems with acquiring targets for such missiles,but the other explanation could be that the stockpile of PGMs is relatively the same. The United States is being more respectful of Russian and Ukraine. United States is very much older than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is wherever the U.S. The U.S.Ok for the last few months Russia has been subjected to strait for the next few years and that the U.S. Information Russia is self-steuning for the UK and pretty much Vietnam in Russia. Russia is not going to be willing to cover Kandaz and tens of millions of years. That it is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cover any of the U.S. Russia is not going to make these changes for Russia. Italy is not going to cover any of the U.S. The U.S.I. Can we push their arms back into the US so it may have no longer let's do it. 反映出清澳政府担忧赫松可能不保 乌军可能将攻进市中心 但一年纪彦博士告诉Sky News 限制西方的货币 影响了美国的东西 虽然富有的七大工业国 和最接近战场的北约组织 都承诺无论战争打多久 都会继续支援基辅 但现实是这些援助 都是在先确保自己国家的军火 无余下才能提供 战争无限延长 军火库存逐渐减少 削弱多国远无意愿 美国和其盟友持续释放远无讯息 已让军火商愿意同步增产 及时补充远无国的武器库存 美国防长奥斯丁信心满满预测 乌军在这个冬季将收复更多湿土 美国将提供乌军需要的所有军物 且没有期限 但五角大厦还有另一个难题要解 乌军依赖美国太空公司SpaceX捐赠了两万个新链卫星网路设备 在电信系统被破坏的地区保持通讯无阻 可以不动用战术核武 拜登说他相信普丁是理性的 不会轻易启动任何核武 普丁定调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事件 为恐怖攻击 下令报复回击 也是为安抚国内鹰派的情绪 普丁在克里米亚大桥被攻击同天 还首度任命统一指挥乌克兰所有俄军的司令官 由空军司令苏罗维京担当 他被称为末日将军 也被认为是少数有能力和统整所有兵种的将领 他引起凶残的攻击手段恶名昭彰 乌克兰最新这一波空袭就是在他指挥下进行 无差别攻击平民地区 乌克兰全境都成潜在攻击目标 而这还只是开始 我们来看10月8号的时候 当时克里米亚大桥被炸毁大火的时刻 乌克兰人尤其是基辅 非常高兴欢呼 而10月10号 这也看出来普丁的个性 我们再来看这个地图 马上就发动一大早 就是无差别性的攻击 什么叫无差别性的攻击呢 其实很合理来讲 2月24号开始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侵略 一刚开始有各城市的一些空袭 但大多数之后 很快的就完全集中在哈尔科夫 以及乌东地带 还有靠近黑海地区 并没有真正对乌克兰其他中部西部 进行其他太多的军事攻击 而且即使当时的很多攻击 并非无差别攻击 也就是说它主要攻击是它的一些军事要寨 然后很可能当时的军事要寨的攻击 它的炮火相当的猛烈 当导弹爆发的时刻 旁边的公寓玻璃可能破掉了 可是这一次是无差别的攻击 就升级到真正我们过去所了解的战争 他故意打火车站 基辅的火车站或是某些车站 刚还是大家上下班的时间 他同时打了11个城市 这是10月10号 我们所看到的普丁 先沉寂了一天 因为10月8号发生了 清晨发生 他说要组调查委员会 10月9号他已经很清楚了 因为10月8号的下午时间 基辅的特种部队 以及基辅的政府官员就告诉外界 这是我们干的 我们完成了了不起的任务 他没有亢生 10月9号的安静是一个可怕的安静 然后10月10号就全面开始 每天每天每天的轰炸 其中他摧毁了30% 乌克兰的一些基础设施 这些基础设施的摧毁 实际上让乌克兰到了寒冬时刻 面临更大的痛苦 Waking up the day after his 70th birthday This wasn't the news Vladimir Putin wanted The Kerch Bridge His pet project which linked the annexed Crimea to the Russian mainland Lies partially in ruin The rail section charred The road to Russia Now detours into the water On Twitter The head of Ukrain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Posted this serenade In Kyiv This is something They've long dreamt of They already had this image on display in the capital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When the bridge burns I think all Ukrainians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And we're very happy The news is good It's too bad it didn't happen On Putin's birthday But I think he'd be happy With this present And an advisor to President Zelensky said This was just the beginning That everything illegal Must be destroyed It will mean that For Russian units Around Kherson There will be a lack of supply Lack of logistics If the plan was to destroy the bridge They haven't have they It's only damaged The bridge can be just damaged But Putin's image is destroyed What and who did this Putin's心理已有答案 And accusing Ukrainian special services Russian intelligence saying It has arrested eight people Including five Russians And Ukrainians And Armenians Describing a complex route For explosives It says Wrapped in plastic In a truck Around the Black Sea In to Russia And then to that bridge 俄罗斯点名 主谋就是 烏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 布达诺夫 Ukrainians on television Describing that description As a nonsense And Ukraine Ukraine Hoda Has not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attack 在克里尼亚大桥爆炸后 烏克兰总统 Zelensky 是这么说的 如果说10月8号的克里尼亚 是暖和阴天 那么10月10号的基辅 就是乌云造顶 Luftalarm in fast allen landesteilen Die Ukrainer meldet russischen Raketenbeschuss In mehreren städten Auch in Kiew Während des morgendlichen Berufsverkehrs Eschütterten am Montag Massive Explosionen DasZentrum von Kiew Bewohnerinnen und Bewohner Flüchteten sich in Luftschutzkeller 和Metro Stationen 暴復攻击当天 纽约时报首席 俄罗斯调查记者 麦克斯韦茨 仍在吉府 当他冲上街时 遇见了尤里和伊林娜 彭莎 他们惊魂未定 好在幸运的 好发无伤 斯韦茨跟着回 他们才刚装潢好的家 厨房里 一幅唤起法国南部 普罗望斯风格的 紫色九重格 古葡萄村庄小巷比划 却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炸弹震碎了所有的门床 但彭莎先生 能坚持煮了一杯咖啡 今天过后 不是所有人 都能喝上这么一杯咖啡 在拉雅游 30%的城市 是无力的 被困犯了 Russian missile strikes which has been targeting Ukrainian infrastructure 这意味着 幸存下来的人 很快地就要面临 另一个苦难 一个可能没有暖气的冬天 Bald ist Winter in Kharkiv und der Bombenschaden bei Alaa Valamova ist noch nicht behoben der örtliche Priester ist gekommen und packt mit an Kharkiv war bis zum russischen Rückzug schwer umkämpft die Zerstörungen sind noch überall zu sehen viele Menschen haben die Gegend verlassen geblieben sind vor allem die Alten und die müssen sich nun so gut es geht für die kalten Monate wappnen es mangelt an Baumaterialien wegen russischer Attacken auf die Infrastruktur gibt es zudem vielerorts kein Wasser und Gas und keinen Strom nach Angaben der Ukraine wurden bisher schätzungsweise 50.000 Gebäude beschädigt sowie 350 Heizanlagen Farrakoyun improvisiert er baut Holzplatten ein an richtige Fenster zu kommen ist schwer Glas ist in der Ukraine zurzeit Mangelware also ist die Devise Hauptsache dicht von hier aus wird es noch etwas ziehen aber ich plane die Lücken mit diesem Schaumstoff hier zu schließen und dann werde ich eine Folie über alles legen um den Raum so warm wie möglich zu halten diese Hohzai und dann werde ich noch einmal mit dem Flüten in der Mitte in der Mitte mit dem Flüten 接下来会有一场G20会议 这场G20会议里头 普丁很可能会和拜登 两个人举行高峰会议 两个人可能会见面 而美国的总统 周拜登在美国有线电视网 接受独家专访的时候 明白地表示 他将和普丁碰面 讨论如何释放 被俄罗斯拘禁的篮球明星 格兰纳的问题 他不会在乌克兰 没有参加的状况 讨论跟乌克兰有关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双方一定会讨论交换 我们真的要走向核武战争吗 如何避免 某个程度来说 这一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里头 主要的原因是乌克兰 申请加入北约组织 乌克兰曾经申请2008年 那一次普丁已经划下红线 只要他加入北约组织 北约组织一批准 他就要动武 而德国跟法国否决 美国的小护西 透过他驻俄罗斯的大使 明白地告诉莫斯科 他投下赞成票 他不会游说 所以那一次没有爆发战争 之后2014年爆发了 顿巴斯内战长达8年 之后就是这一次 泽兰斯基因为他自己在国内的声望大跌 他一份潘朵拉文件 爆发了他和亲信在海外藏匿财产 这件事情就是他决定要参加北约组织 而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前德国总理梅克尔的紧张 梅克尔最近几度说话 这是很罕见的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紧手分寸的人 他下台的时候都一直保持沉默 但他越来越觉得有可能会爆发核武战争 以及他对当时的能源政策提出辩护 他认为要少量地释放二氧化碳 这是一个最一代政治人物最重要的一项选项 同时他觉得这场战争当时应该是可以斡旋 可以避免的 他曾经到克里姆林宫见了普丁 接着又到了乌克兰见了Zelensky 那是在八月底26号左右 然后Zelensky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见了拜登 这个我说过很多次 时间顺序很清楚 拜登在9月1号的时候 显然并没有给予Zelensky和梅克尔一样的警告 告诉他说会爆发侵略战争 而这个侵略战争最后的结果 北约组织不会介入 只会协助你军事援助 划不来 不该如此做 不知道为什么拜登当时 他的态度是如此 这个只能由历史来回答 但是现在已经走向了一个 非常可怕的一个恶性循环 第一个恶性循环是核武战争 第二个是这个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第三个 他倒是全世界的能源间接带来的痛苦膨胀 接着就各国升息 人民的生活很痛苦 然后经济衰退 连美国如此 欧洲更是经济大幅度的一个衰退 所以拜登说 他不会和普丁讨论乌克兰问题 我想不太有外交专业知识的人会相信 可是他不可能谈定 因为乌克兰的问题还是要乌克兰解决 到底乌克兰的问题还是要美国施压 美国说了算了 美国总统巴人在11月接受美国 新街市网专访的时候也表示 他还说了一段话 他说普丁是理性的人 也就是说他认为普丁不会随便的动用核子武器 这场螺旋性恶化的战争 让我们来看未来会走向什么方向 从一开始乌克兰战争就体现了 这不是一场军火竞赛 也不是武器大观 而是用宣传 喊话 打折三寸 以骑兵 逆袭 抵抗破坏等非传统战术 来制造最大冲击的心理战 实战演绎 三寸 四ld 一封 是lass 一点 是 第一 靠 散 And the Moskva sank in a storm while they were towing it into a port. This morning, a brazen attack on a Russian airbase in Crimea. These verified videos circulating online shows two massive explosions. And beachgoers running for cover as a cloud of smoke pours into the sky in the distance. Russia claims the explosions were munitions that blew up at the base. But a source confirming to ABC News that Ukrain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strike. It's a war and something that didn't make the señor erupting so that Ukraine will be exposed to the preserve of Ukraine. As soon as time goes, Russia will kill Ukraine and Russia will kill Ukraine and Ukraine. Phring out of Ukraine was still política andnadions. In the latter of Ukraine, the US Army is the war and the U.S. 蜻蜓点水 飞水车薪 未能对战局带来实质 根本上的转变 然而调毁的是 在媒体和网络版面上 这些零星的乌军反攻 却往往被大肆宣扬 广为流传 对于梁军士气和梁国 国内的舆情 带来不成比例的拉抬 和打压效应 背后原因在于乌军的反击 每每是挑选具有指标意义 巨大而显恶的人员设施 一旦得手 瞬间心理震撼 长远超过实体伤害 因此难以用单纯的军事效益 来衡量 和此一战术 在几次深入敌后 直接于俄国本土境内 展开了破坏行动 包括最近的克里米亚大桥 爆炸事件中 展露的零礼精致 攻其不备 隐匿初级 外界推测 克里米亚大桥爆炸 有可能是乌克兰特种部队 或是乌国特务所为 这张遭在今年8月 乌克兰安全局的敌后破坏能力 就在普丁亲信杜吉女儿杜吉娜 于莫斯科近郊被炸死的事件当中 一战成名 当时由于乌克兰当局 坚决否论犯案 外界只能普通捉影 然而美国情报单位 10月份流出了一份评估报告 除了在报告中强调美方 也直接点明了乌克兰官方 就是幕后殖近人 8月以来乌军的非常规作战 转化为非对称 心理效应 再反馈到战场上 成功让乌克兰部队 打出一波凌厉的攻势 夺回大片领土 然而美国情报单位的报告中写到 华夫私下已经对乌克兰当局 发出警告 要求基辅别再尝试 这一次暗杀险境 否则可能会引来俄国 对等的报复行动 甚至德伦斯基本人 和其他基辅高官 都有可能成为俄国行刺的对象 另一方面非常规战术 也隐藏着非寻常风险 克里米亚大桥爆炸之后 普丁以连续多日 夏林俄军实施远程飞弹攻击 目标几乎都是 乌克兰各大城市的民用设施 和拼命百姓 另外也有反恐专家 在美国洛杉矶时报上投诉 对外示警 一个不断遭遇挫败 和羞辱的普丁 有可能透过原本埋伏 在北约国家的俄国激进分子 或恶名昭彰的 华格纳民兵组织 在波兰等地 针对北约后勤 补给路线 发动恐怖攻击 详尤其是 肯定就是 中共用了 可能會不會有一個威脅 但我是否認真是 一個威脅共產黨 可以用一個威脅 我們會對香港的威脅 可能會發生 這是一個恐怖的 功能 一旁人 不會讓人 又不會 但判斷 人 与此同时 普丁挂在口边的核武威胁 依然随着乌恶战况的升温 持续紧究外减心 仿佛是要呼应普丁放话 北约组织一年一度的核武计划小组会议 也在13号举行部长级会议 会中除了重申继续提供乌克兰军事援助 也针对俄军最近连绵不绝的空中轰炸 承诺提供多国防空系统 协助保护乌国人民生命采采安全 如果说何伟哲的终极目标 是要防止核战爆发 那么当拥有核武的某一方 无视相互保证毁灭的竞技 任意对外发出核威者时 另外一方的应对策略是应该挺身而出 对抗威者还是退缩和被威者 显然没有太多历史经验可作依循 只有各种不同的论述和大胆推测 he said he wasn't bluffing what do you think? well you normally don't say you're not bluffing right? if you're not bluffing you just keep confidence so I mean people have been wondering why he said he's not bluffing so that was like subject to a lot of jokes already well you know to be honest I mean he's bluffing in some way for sure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will certainly use that for the escalation because the escalation is the only way for him to at least attempt to gain some kind of control because he's losing initiative in this war he lost control in this war and now he's in a way desperate 曾经担任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顾问 2019到2020年间 出任乌克兰国防部长的 扎霍罗德纽克 近日在一篇外交事务期刊 投出当中 对于西方世界看待普丁 始终抱持一种过度的忌惮 以至于任其在外交和军事战场上 于取于求 提出了强烈的抨击 扎霍罗德纽克认为 莫斯科当局此刻已充分认知到 乌克兰人保卫领土的决心 就算遭到核弹攻击 乌克兰也不可能贵地投降 因此对于普丁而言 其实已失去了 祭出战术核武的誘因 另一方面 依照欧美现有军事实力 北约根本无需动用核武 就能重创甚至瘫痪俄国的军力 因此西方若能在此时 对莫斯科发出明确的讯息 一旦俄国使用核武 将会招来北约的实体参战 和全面介入 便足以让普丁打消动用核武的念头 反之若是欧美 宜美呼吸二国 甘愿成为被威绝的一方 不仅乌克兰将会成为牺牲品 昌悦来说 更将助长其他国家 狭核武自重 把国际社会推向强凌弱 大欺小的混沌 原始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2月24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战争打了七个多月 已经快要八个月 在快要八个月的时刻 除了克里米尔大桥 实际上战争的高峰之外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北溪一号跟北溪二号 莫名其妙地 在海底的管道 而且它是非常深的海底 它被爆破了 经过瑞典丹麦的调查 它是人为的破坏 这人为破坏很大的可能性 是使用无人机 把它爆坏掉了 当然俄罗斯恶名昭彰 人们第一个想说 这一定是俄罗斯干的 可是北溪一号跟北溪二号是什么呢 它是两条管线 直接从俄罗斯的港口 到德国的港口 而出钱的是谁 出钱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有精神疾病 需要破坏自己出钱 所盖的地下海下管线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它是它提供天然气 它把它的总海关完全关掉 就没有了天然气 它破坏管线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你可以说是恫吓 但是这个时刻 路透社发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看起来 美国可能是最大的元凶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一个罕见的场合里头 说了一段话 他说挪威啊 跟美国 趁欧洲这么痛苦的时候 以四倍的价格 也就是过去 俄罗斯所提供的天然气 四倍的价格 LNG的价格 卖给欧洲 卖给德国 卖给法国 造成全欧洲的通火膨胀 这些人真的不是很好的盟友 9月26号 两条北溪管道出现三个洗漏点 三天后 瑞典海巡又在北溪二找到第四个 虽然俄罗斯已不再从北溪一 供应天然气给欧洲 北溪二也从未启用 但两条管道能存有起提 保守估计 有近十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外泄 成为人类史上最大的天然气泄漏事故 既然是虚意的破坏 那谁是幕后黑手 在没有任何证据之前 全都以动机来推敲 而丹麦地质调查局在9月26号 测得瑞士规模2.3与2.1的 两次异常地质活动 认为这起事件与水下爆破有关 如果认定是人为破坏 那么幕后黑手除了要有政治动机 更要有技术手段 首先两条北溪管道相当坚固 除了由27到41毫米的钢管构成 外头还有60到110毫米的特殊土层 一般的爆破不可能轻易发生泄漏 且北溪管道位于水下80到110米 以超过挖人的作业神度 由于北溪管道的精确位置并非秘密 有心要破坏 可以丢下定时的沉底水雷 而美国与俄罗斯 都有无人潜艇技术来实施这样的攻击 然而这次洩漏地点是在波罗地海西侧 完全在北约的情报监控群内 俄罗斯波罗地海舰队被看得死死的 理论上一个排除俄军破坏的可能性 反倒是在该海域的美军成了最可能的凶手 对中国在海域的问题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и у кого в мире нет сомнений три подводные магистрали повредили намеренно но вопрос кто и как это сделал куда ведут следы можно понять если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т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возле острова Борнхольм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там был замечен целый отряд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кораблей кроме того в начале сентября как раз в район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ых взрывов лета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вертолеты эксперты пред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они могли выверять координаты целей 俄罗斯官方第一频道认为 美国、英国与乌克兰手上都有无人潜航器 美国媒体六月曾报道 美军反水雷部队在波罗地海的伯恩霍尔姆岛附近 大规模使用无人潜航器 这地点恰恰靠近北溪管道 接北约至6月5号到9月23号举行 波罗地海行动2022年度军演 有三艘美国军舰一直滞留在波罗地海海域 与此同时 美海军MH-60直升机被发现有一段时间 一直在北溪管道上空密集的飞行 这被认为是投掷无人潜航器的行动 路透也从飞行追踪记录发现 美军一架P-8A侦察机 曾现身北溪管道泄露海域上空 这似乎就有了故事的完整拼图 让我清楚 美国与美国榜总统 任何发行提供举行 以及我们拒那些拒絕 在一场联合国安理会 针对北溪管线被炸的特别会议上 美俄双方存枪射减 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 根据路透社援演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陆福特的数据 2021年美国出口至欧洲的液化天然气为340亿立方米 占美国出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的35% 而在2022年1月至6月仅半年时间 美国就向欧洲出口了39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 占到美国出口总量的68% 这意味着在2022年的前半年时间 美国出口到欧洲的液化天然气总量 就超过了去年全年 这随着天然气价格水涨存高 美国一艘LNG船到欧洲 就可海捞超过1.5亿美元 然而这些推敲 都不是一枪毙命的铁证 德国瑞典与丹麦已着手 对北溪管道泄漏展开调查 俄罗斯表态想加入却遭到拒绝 恐怕让这起事故 难有说服所有人的调查结果 北溪被炸事件尚未落幕 普丁在俄罗斯能源桌上表态 由于修复管道重新攻起 还说这只是打开开关的问题而已 但他也知道北溪的政治敏感性 几乎难以重启 于是演说中话风一转 提议打造黑海能源中心 另肩一条土耳其西管道向南欧攻起 并在随后的亚信峰会上 拿着方案向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推销 2018年开通的土耳其西管道 年书气量达到315亿立方米 普丁计划沿线再盖一条土耳其西二 承接北西二的天然气产能 而一年多收几十亿美金的过境费 埃尔多安当然没有理由拒绝 事实上土耳其是北约里 唯一还能与俄罗斯对上化的国家 普丁此举也有意拉抬土耳其 在北约里头一直处于边缘人的地位 并缓解北约原本一致对俄罗斯的 针锋相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而在一连串的核威胁后 普丁新的天然气供应计划 看似丢出和解的橄榄枝 却更像是一根救命稻草 注意让身陷能源危机的欧洲 在这场恶物战争的立场更加奋化 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疫情的排行榜 我们要注意这个变种病毒 让我们难以想象它变种之快 我们才知道从BA1变成了BA5 它仍然是全世界现在主要的流行病毒株 但是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叫BQ1跟BQ11 而他们跟BA5都比较像 目前为止它已经在美国现在的COVID-19 百分之十一点四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BA2727 大家听了头都快昏掉了 还有一个在新加坡现在快速感染的 已经达到了单日两三万人的 是叫XXB被认为目前传播率最快的新冠病毒 它是跟BA2比较像关系 而全世界已经开打最新的二架疫苗 就是BA5的疫苗 美国FDA在八月底所批准的除了美国之外 很快地加入了德国 法国 日本在本周也开始开打 新加坡也是如此 开始开打的都是BA5 日本之前因为疫情很严重 它也跟台湾一样先开打BA1 然后现在就同时告诉大家 BA1 BA5通工都可以打 当然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开打BA5 欧洲有一些国家还没有拿到BA5 也先开打了BA1 就是不希望传染的人太多 为什么 因为欧洲是这一波疫情最重要的几个国家 让我们来看全球的排名 德国很快的排名非常快 增加了31% 仍然高居全世界第一 法国高居全世界第二 为什么 因为天气冷了 欧洲目前冷得很快 很多人都待在室内 所以传播率大为增加 台湾从前一阵子第四名或是第五名 爬到了第三名 以台湾的人口数来讲 确诊人数有很多 当然大家知道不完全是真正的 可是以官方确诊人数都已经排到全球第三名 而且在两处的变化是上涨了10% 死亡人数呢 仍然是53.9 在群人也是偏高 主要的原因是老年人施打率太低 青少年施打率也太低 而青少年到学校去 他们可能并没有很严重的疾病 但是带回来家里头 我们有三代同堂 有很多房子是一起居住 或者是经常拜访祖父母 所以就造成了台湾比较高的一个死亡率 因为我们看其他主要增加的都是像欧洲的国家 这一波主要的疫情都是出现在欧洲 待会回到文献的事业周报欧洲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